那最后的话,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前七名 帮我列在这里 这边执行给各位看 就这样 那怎么改?其实特别注意 我把它删掉 其实我可以拿什么? 拿这个来改 那你想说拿这个怎么改? 特别注意,有几个地方是一样的,有几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拿几个,for i 等于第2列到最后一面 最后一列,这个一样 找什么呢? 如果条件是小于等于7,这个一样 差别在这里 帮我怎么样呢? 如果找到的话 帮我把他的那个Sales ID的A栏,不是底色 是把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帮我复制到这里 这里是F F2 所以其实写的方法记得 底色不要 所以把这个底色,这个填颜色删掉 然后把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放到F2里面去 然后放F2 所以这边最后 这个要写后面 F2要写前面 所以我这边怎么办? 前面是什么? F2,第2列 F2的F栏 等于 所以现在等于 把那个找到的这个 放到里面来 不过你会发现,如果执行的话,你会发现会怎么样? 变39 那12呢? 为什么?因为F2 因为你先放12了,然后再放21 21什么?盖掉了 盖盖盖盖盖盖 都放 那所以什么? 39也盖掉了 所以这边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应该怎么样? 第1次放F2 第2次要放什么? F3 S类推 所以 如果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清单就解决了 怎么解决? 重点,特别是 因为这个2这个数字是变,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你要想说它是个变数 那变数的话呢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在这边先加个k好了 随便一个数字,没关系 可以给变数名称k等于2 然后呢,把k放在这里 那现在执行应该还是 一样的状况,F2 那我们如果说希望怎么样 他只要放一个之后 就把k这个值 加1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呢 当他执行过一次了 那我就在他的下面一行写什么 k这个值 要把它加1存回去 那k等于什么 拆一拆看没关系,拆错也没关系 其实程式有时候乱写,这边就写出来了 k等于什么 k加1 就写完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资金给各位看一下哦 可以了 有没有 其实啊,只有改几个地方 本来这边是什么 2嘛,对不对 那因为这个数字我要不断变动 所以我在这边先给一个初始值 所以一般呢 k等于2是初始值 就是你第一次要放哪一列 然后 再来的话呢 你后面如果放了一个之后 你那个列要怎么去变动 如果你是要放下一列,那就k等于k加1 他再把2加上1存回去 他就变3了 有没有,其实跟刚刚累加的概念差不多 不过这个地方不叫累加 这个叫做加1啦 就是刚刚是一直把它全部加 这个是怎么把那个值 加了1存回去 加了1之后存回去就对了 所以他就会有这个效果 一直往下放 OK,大家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程式真的没有变太多 只是说多一个变数 就可以变出很多